就是這麼囂張 光天花日之下 一名男子走下計程車 馬上拿出重鋒槍 對著當鋪大門掃射 開一次還不夠 再來第二次 一共開了42槍 一旁機車騎士都嚇壞了 卻無處躲藏 影像全被民眾全程拍下 這名槍手卻如露無人之境 走回計程車上 直奔板橋大官派出所投案 警方初步查出槍手 是一名17歲流姓少年 不排除為黑道糾紛 目前製作筆錄 釐清案情 而這起槍擊案 仍在新加坡出訪的 新北市長侯友宜 第一時間就做出回應 絕不容許 任何的歹徒 在我們新北市校長 雖然你已經抓到了 但是也要出去追查 有沒有幕後 甚至有沒有其他犯罪集團 所以你自己要親事 要帶隊整個掃蕩 郝友宜馬上打電話 給新北市警察局長 廖迅城 岳陽指揮 林時差 憑外交也要心系 新北大掃蕩 我們打擊犯罪 絕不寬戴 不熟然 所以同時也要求 今天晚上 同步擴大林前大掃蕩 面對黑幫囂張 我們絕對全心全力 壓制犯罪 除了槍擊案 前一晚淡水發生火警 他也在臉書發文 掌握所有進度 整個夜裡 侯友宜心系此事 只希望能盡最大努力 搶救每一個生命 並指示相關局處 妥善照護傷者 即使人在新加坡出訪 但捍衛新北市民的心 侯友宜一步不讓 一刻不得閒 大家放心 我雖然人在新加坡 我還是心記著 新北市的大小市 華語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